花花不愧是谭爷爷口中心大的小熊 吃着竹子有了睡意 直接来个倒头就睡 今天的阳光太好了 睡着的花花被晒成了金色 花花还特别充分 来到前台来晒太阳 没到换夏装的时间 花花的蓬蓬裙还很明显 她悠闲地给自己挠痒 还给观众展示自己的土豆腿 冬天的暖阳晒着太舒服 花花在观众面前都睡着了 一直到谭爷爷叫姐妹俩中午回家了 花花才慢慢醒来 不知道今天爷爷会准备什么好吃的 前几天姐妹俩都不吃胡萝卜 爷爷今天放大招了 她做了一个胡萝卜冰蛋糕 为了一圈的苹果 花花迈着期待的步伐出来了 从春晚回来以后 爷爷就每天变着法 给姐妹俩做好吃的 还是谭爷爷在的时候 姐妹俩才是最幸福的 爷爷的策略还是有效果 花花先对冰蛋糕产生了兴趣 放着最爱的小苹果不吃 花花填起了胡萝卜冰蛋糕 可惜花花啃了半天 发现咬不动 还是吃起了苹果 叶子妹妹也出来了 和姐姐一起吃大餐 两姐妹的目标都是苹果 冰蛋糕暂时被冷落了 吃完苹果 叶子把蛋糕抱起来研究 她舔着冰蛋糕 仿佛忘了这是胡萝卜做的 花花也过来 啃妹妹手里的冰蛋糕 两姐妹都对冰很有兴趣 叶子抱着正肯的起劲 花花爬到妹妹身上也想试一下 没想到她一用力 蛋糕就被弄掉了 两姐妹赶忙一起低头找蛋糕 花花好像很喜欢这个冰坨坨 找到以后舔个没完 花花吃冰的时候 叶子吃起了餐盘 谭爷爷的餐盘快要被消耗完了 妹妹去睡觉了 花花还抱着冰块一直舔 不过上面的胡萝卜被冻在里面一点都没少 果然花花喜欢的是冰而不是里面的那种 吃完冰花花继续去吃竹子 花宝鸡吃了一会忽然起身 她起来走了两步 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熟睡的花宝鸡还露出了她的两颗小米牙 这是花花今天第二次倒头便睡 不知道我们的女明星昨晚是不是熬夜了 她就这样一觉睡到了下班的时间 大家明天见 花花我下班了